老无老 以吉人之老 幼无幼 以吉人之幼 施方法界 关怀弱势族群 与照顾弱势儿童 以佛教因果轮回 培养正确人生观 残阳伦理孝道 提升社会风气 超越山头 跨越派系 须弥万法 环绕全球 坚持公平 公正 包容的立场 以传播正性佛法为己任 施方法界 卫士 顽皮小沙咪 名字叫乌光 老和尚与小沙咪 全佛乐无比 真的好漂亮哦 我也好想要 送给小人姐姐 太放开心了 吴光啊 你怎么一边扫地 一边傻笑 在想什么呀 哦 师父 小事情啊 嗯 我怎么觉得你笑里还藏了别的 嗯 什么东西 笑里面可以藏东西啊 怎么藏啊 有没有口袋 嗯 好厉害哦 师父你会啊 教我 教我 哎 我真是汗颜啊 当我没说 不过你到底是在笑什么 呵呵呵 就是啊 我昨天在路上看到一间卖狐狸毛的店呢 那个狐狐狸毛的帽子啊 是我真的狐狸毛做的哦 真的好漂亮哦 我也好想要一个 然后我就想到 小林姐姐的生日不是快到了吗 我可以买那个送给她 她戴起来一定很好看 我还以为你在想什么呢 原来是这个 那种东西不可以碰 用动物的皮毛做的东西虽然很好看 但是那些毛可都是从活生生的动物身上剥下来的 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 就剥去了动物的毛皮 第一 失去毛皮的动物会血流不止而死 是非常残忍的 我们绝对不可以认同这种行为 也应该要聚买这些产品 哎 好可怕哦 师父 那些动物好可憐哦 他们怎么快这样做 嗯 动物真的好可憐啊 嗯 我以后都不要再看那些东西了 嗯 那些人啊 伤害动物是会有报应的 做这种事非常不对 我有报应哦 那 那些动物怎么办 哎呀 师父跟你说 以前有一个养珍珠的商人 他赚了非常多的财富 但后来得癌症过世了 儿子也就把那个巨型的珍珠被供养起来 却不继续做珍珠生意 朋友就问 为什么不做了 不是可以赚取大笔财富吗 儿子就回答 父亲得癌症和珍珠有关 因为父亲在生病前几日 他做了一个梦 梦里一直有人把一个异物塞进他嘴里 还不准他吐出来 他觉得非常痛苦 后来惊醒后就觉得身体不舒服 嘴里长了一粒粒硬物 检查以后发现是口腔癌 啊 真的假的 好可怕啊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商人后来才明白 都是自己自作自受 因为他养珍珠 就是把一粒粒硬物放在珍珠母背里面 强迫他们分泌一体 包裹异物结成珍珠后 再强行取出卖钱 嗯 那个梦就是珍珠母背 把东西塞进商人嘴里哦 是珍珠母背的复仇 嗯 也不能说是复仇 只是珍珠母背要让商人明白 被人这样对待是如此痛苦的事 是要我们明白将心比心啊 嗯 将心比心 我知道了 师父 小林姐姐以前有说过 就是把别人当做自己 就要明白别人的感觉了 嗯 你解释得不错 就是要站在他人的立场 去感受他人所遭遇的事情 才能够做到体恤别人的心 嗯 我知道了 那 后来咧 后来 商人就因病去世了 他的儿子也怕会步上父亲的后尘 所以就不敢再继续养珍珠了 珍珠母背的痛苦 就好比我们在眼里放一粒沙 时时刻刻都觉得痛 珍珠母背分泌出一体包袱异物 用痛苦的泪水把它变成珍珠 取出珍珠后 也就等于剖腹缠死亡了 啊 好可怜啊 商人真的很坏坏耶 为什么要这样对待珍珠母背 只要我们不买不用 商人就没了生意 自然就不会继续做了 不过 就像商人一样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我们千万要好好对待大自然 不然总有一天会被大自然报复的 就像是如果胡乱砍伐树林 就会造成土石流 如果我们善待环境 就不会造成全球暖化 哇 原来有这么多 我都不记得 原来我们做了这么多 对待自然不好的事 是啊 所以我们要从现在起 从自己做起 对环境好 对动植物好 善待我们生活周遭的一切 重视环保和水土保持 只要有心 我们也可以好好守护自己的家园 嗯 师父 我知道了 我从现在开始会好好努力的 嗯 嗯 嘿呦 嘿呦 嘿 嘿呦 嘿喲 嘿喲 嘿嘿喲 嘿喲 嘿喲 嘿嘿喲 啊 嘿喲 嘿喲 嘿嘿喲 天天开心 法喜充满 让我们一起身体好 来运动 白白我的头来 白白头 白白我的头来 白白头 摔摔我的手来 摔摔手 摔摔我的手来 摔摔手 送送我的肩来 送送肩 送送我的肩来 送送肩 张开双手 深呼吸 抬抬我的脚来 抬抬脚 抬抬我的脚来 抬抬脚 蹲蹲我的肩来 蹲一蹲 蹲蹲我的肩来 蹲一蹲 扭扭我的腰来 扭一扭 扭扭我的腰来 扭一扭 张开双手 深呼吸 大家一起来运动 爸爸 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要运动呢 哈哈 因为我们人活着就是要动啊 为什么人活着一定要动呢 因为运动才会健康 身体才会好啊 小朋友 大朋友 千万不要忘记咯 每天工作累的时候就要起来 动一动 让你我她的身体都很健康哦 抬抬我的脚来 摆摆头 抬抬我的手来 摔摆手 抬抬我的手来 摔摆手 松松我的肩来 松松肩 松松我的肩来 松松肩 张开双手 深呼吸 抬抬我的脚来 抬抬脚 抬抬我的脚来 抬抬脚 抬抬我的肩来 蹲一蹲 抬抬我的肩来 蹲一蹲 抬抬我的腰来 扭一扭 抬抬我的腰来 扭一扭 张开双手 深呼吸 不知道是谁把糖果罐放在山门外面的地上 一定是知道我悟光喜欢吃糖果 要送来供养我的 我要把里面的糖果全部拿出来 一颗给师傅 一颗给小年姐姐 其他的全部都给我 我是最棒 最帅的乌光小师傅 现在大家都知道我是小师傅了 所以要供养我 好威风啊 我来想想看 要怎么把糖果拿出来 这个糖果罐会咬人啊 救命啊 我的手都扒不出来了 怎么办啊 我要拜托菩萨爷爷变我出来 帮我把小说拔出来 也帮我把糖果拿出来 帮我来吧 扑磕 变成 因为她無人之外 Sidak 你去… 命啊 不是还喂 你去帮接 不惜 不愿啊 我麻烦了 你快来救我 人家都说 你是闻生救苦的慈悲菩萨 那我叫那么大声 你已经听得到 对不对 是这样子的了 刚刚我坐外面的地上 捡到一个糖果罐 一定是信众知道 我喜欢吃糖果 要上来供养我的 我就想说把糖果拿出来 分给师傅跟小脸姐姐 可是 我的手手在里面 拔不出来了 是不是糖果罐咬我 你快点来嘛 赶快来救救我 帮我把手手拔出来 还要帮我把糖果 全部拿出来 你真厉害了 赶快变魔术嘛 拜托你 非常非常诚心求你的 五光镜上 救命啊 我的手都痛不痛了 谢谢我啊 有蜜蜂来了 蜜蜂你走开啦 我知道你想偷卸我的糖果 对不对 这个糖果罐是我的 里面的全部糖果都是我的 是人家供养我的 你不可以吃 我不怕你 你走开 走开啦 走开 叫你走开啦 不要烦你吃啊 谁叫你都烂养我了 走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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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啊 我的一只手好痛 一只手好酸啊 谁来救我啊 救命啊 怎么都没有人来救我 一定是我喊的不够大声 没关系 我对大声还救命啊 行了行了 怎么叫得这么大声啊 破坏了这寺院的灵迹 五光 你怎么了 你手上抱着的是什么啊 怎么还有一只蜜蜂围着你飞啊 师父 你终于来救我了 我叫人救我啊 都没有人来救我 连菩萨爷都没看 我的手头痛痛又好痠啊 快点救我了 哎呀 你都不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 一直叫人家救你 你要说发生什么事 我才能救你啊 师父 我刚刚在外面的地上 发现了一个糖果馆 我想应该是人家知道我喜欢糖果 所以要供用我的 里面有好多糖果啊 我想要送你一颗 送小人姐姐一颗 结果 三手近日呢 我的手中就拔不出来了 哎呀 怎么办啊 还有 这只蜜蜂知道我有好多糖果 就想跟我抢 我叫他走快 他都不走快啊 你先帮我赶走蜜蜂啊 哎呀 哎呀 好了好了 蜜蜂飞走了 哇 师父好厉害啊 我好看蜜蜂说 他都不听我的 我怎么赶他 也都赶不走 师父轻轻挥手 他都不见了 我的师父 拽得这样了 还有 师父 这个 这个 救救我的手 要把手拿出来 只有一个办法 有办法吗 师父你快说 是什么办法吗 就是先把你的手剁掉 这样你的手就拔出来了 再把糖果罐打碎 这样就可以很轻松地拿出糖果了 真的吗 只有这个办法 没有别的办法了 没有了 就只有这个办法了 可惜 我怕痛不痛哎 把手说对掉 一定很痛 我不要 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一进来 就听见乌光的惨叫声 和哭声啊 乌光 你自己告诉小莲 发生什么事吧 小莲姐姐 我的手说被糖果罐咬住了 怕都拔不出人 师父说 就有一个办法 就是把我的手说剁掉 再把糖果罐打碎 这样我们就有糖果可以吃了 可是把手剁掉 它会很痛很痛啊 然后我以后就会睡下一只手了 救命啊 小莲姐姐 好好好 来 我先看看哦 哎哟 不用剁手了 这很简单啊 真的不用剁手了 嗯 真的啊 我已经看见 哪里有问题了哦 赶快告诉我妈 小莲姐姐 好 那我说哦 可是 你要照着我说的去做 好吗 嗯 好 嗯 现在 你先深呼吸 打开你在罐子里的手 然后啊 把你手上的糖果放下 啊 要把糖果放下哦 哟哟 你到底要不要我救你嘛 好了 我手说打开 糖果放下哦 嗯 好了 那你再把手慢慢的 从糖果罐里拔出来 哎 哎 啊 原来小莲姐姐 她是全世界 全宇宙最厉害 最透明的人啊 哎 哎 你怎么会想到 这么厉害的方法 哼 不是我厉害 而是看到你贪心的小手 卡在罐子里 我就想说 你一定是握了 一大把糖果在手上 你的手才会拔不出来啊 嗯 你想想 如果你的手伸得进去罐子里 那就一定可以拿得出来 知道吗 嗯 师傅还骗我说 要拖掉我的手 害我好害怕 我是想看看 弹心的雾光 会不会因为这样 而学到教训啊 嗯 师傅这么说 是为了教你 不加思考的 听信别人的话 结果白白损失了东西 还未达到目的 而且啊 还会被人取消的哦 是啊 这就像百育经理的 沙骆驼破瓮一样 哦 有故事吗 我要听 我要听师傅做故事 是啊 我也喜欢听师傅说故事哦 好 那我就来说说 沙骆驼破瓮 这个故事吧 从前有一个人 一开始把粮食存放到瓮中 结果有一天 他养的那头骆驼偷吃粮食 把头伸到了这瓮中 结果骆驼的头 被卡在瓮里面出不来了 因为骆驼的头出不来 这个人就为这件事情发愁 有一个老人来他家 看见了这只骆驼就说 你不要发愁 我教你一个 能让骆驼的头 从瓮里伸出来的方法 这个人就非常着急的 问老人方法 老人说 就是你把骆驼的头斩断 自然就能够出来了 这个人听了 随即就采纳了老人的意见 用刀 把骆驼头斩断了 已经杀死了骆驼 又要把瓮打破 才能取出粮食 这样行事的人 被后人所耻笑 那只骆驼真的死了 好可怜啊 那个主人怎么会这样啊 把骆驼的头斩断 那只骆驼一定很痛 就像我刚刚的手说 也好痛好痛 哎哟 谁教你要贪心 抓了一大把糖果 难怪你的手会伸不出来 如果你不贪心 一次拿一颗糖果 你的手就伸得出来 也不会痛痛了 在通常的情况下 集思广义 从善如流 往往能在做事时 有事半功倍 锦上添花的效果 但如果不经思考 就接受别人的意见 连旁人的授主意 也言听计从 结果只能像那个笨人一样 赔了骆驼又折了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